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树精祖师爷 一生玄秘 只为宣扬武术精神 学生雁步各地 传承中南太极 行义八卦门派武术 从小就喜欢武术 所以因为我有我的母亲的鼓励 所以那时候我就从早上 就两点半起床 准备好了三点钟 就从草屯出发 骑脚踏车到台中公园 去跟书夫练习 到时候书夫看可以了 他就要我到台中去住 那是最高兴 不要早上那么早 而且又可以多学习 那是非常高兴的 在历史上我们称武术为国粹 所以学习武术是一种 很高尚的学习 我的师父王树精老师 对武术无国界的理念 我和我的师兄王树莱老师 一起把本门的武术 发扬到世界各地 前辈们奠定基础 成为后辈之典范 为台湾武术写下辉煌历史 然而台湾青年对于武术 却是知之甚少 成为传承武术的断层与瓶颈 王树莱老师说 你教我 我会保守教 可是以前的教练来自是很严格 现在年轻人叫来练 不要钱的他也不进来 我是打算这样 国小 设习前推 年轻人吸收率比较快 我们就教比较快 年老的我们就教比较简单的 教练 透过这几年在陈明慧的学习 跟熏陶 还有大师长长的叮铃 打拳的时候要松 要慢 要专注 所以才能够让我的身心 获得很大的一个转变 我们称明武术它不只是仿生术 它还可以让小朋友学习 做人处事的态度 那我们内加拳讲究的是 以柔克纲 化解冲突 那我们在上课前 会先站桩15到30分钟 一方面是要让自己 把课程以外的思绪沉淀下来 让自己可以在 后面学习武术的时候 可以更专注 那另一方面也是要训练自己的毅力 还有对做事情的坚持 像我在开大手术的时候 有时候有很大的压力 我在开大手术前 我反而不是去复习那些医学相关的东西 我反而是把自己的身体准备好 就是好好地练一下这个 陈明慧的一些武术 那它让我在开大手术的时候 你都能把社会安护得很好 这就是一个责任 这也就是武德 我们想这么好的武术 大家都能够得到健康 心灵安定 培养完美人格 所以我们会秉着有教无类的精神 栽培武术人才 能够让我们成名武术呢 代代地传承下去 走向国际 希望世界大众知道武术保障在我们台湾 吸引了一面 你不用了